案关系真的是蛮紧张 我们来看到这个国安局长 蔡明燕在5月1号这一天 在立法院 她特别说了520之前 共军的联合战备警循 出现了新的样貌 好 她也认为其中一个转变 就是过去中共的解放军 只会在日间来进行联合战备警循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晚上也进行这个战备警循 那蔡明燕怎么说 她认为她也证实 这个夜间联合战备警循 是已经出现达到三次了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还出现加入了 画面上我们看到有登陆舰 还有扫雷的舰操练机械 来一同协同合作 好 共机开始操练夜间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现在日间有压力 夜间也有了 是要逐渐的来消磨 这个对台湾的整个军事 军民的一个士气吗 委员怎么看 蔡明燕是一个内行人 讲这种外行话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继续操弄所谓的抗中宝台 这种外行话 一般的民众媒体听一听 可能会很在意 但是像张静老师这种专家 一听就知道笑话 就是联合战备警循 又不是台海一日游 说早上出去 傍晚就回家了 人家联合战备警循 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有日有夜到底有什么好奇怪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有很多夜间的行动了 你在过去不讲 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讲 拿出来讲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就是再一次的去恐吓一下台湾的人民 所以你说是中国大陆要消磨台湾的军民士气吗 我觉得是民进党自己在继续不断的加码去恐吓台湾人民 可是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 他现在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 就你一方面跟我们拍胸脯保证说 赖清德当选了 中共不会打过来 然后赖清德 萧美琴在选举前不断地引述习近平的话 说习近平说25年不会 27年也不会 非常中期的军营 对 然后从来没有看过他们这么支持习近平的谈话 那这个时候你蔡明彦告诉我们说 他现在要夜间开始进行战备警循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海军船一出去就是一个礼拜 那他晚上也在执勤嘛 晚上怎么能开营火晚会 在那边没事干嘛 所以我要讲说 其实基本上来说 两岸的情势已经到了一个很紧张的地步 那只是在于说 民进党要不要先开这个锅子 让大家看一看 说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如果今天民进党真的认为两岸的情势这么紧张 你就应该do something 你只要做一点事情 去降低两岸现在这个军事对峙的风险 可是一方面看不出来 你有什么样的具体的作为 另外一方面 你又不断地在加码地恐吓台湾人民 丑化中国大陆 然后营造这种敌我的对立的状况 所以民进党在这样子做 最后的结果是在玩火 就玩火玩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导致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当台湾人民温水煮青蛙煮酒了 就好像乌克兰基辅的民众 在被打的前一天 人家去访问他 然后基辅民众告诉你说 哎呀不会啦 这个俄罗斯说要打我们 你讲了好久了 从来都没有打过来 就最后第二天就打来了 所以今天民进党如果认为两岸情势这么紧张 那你就应该要做一点事情 而你不断地去操弄这种 这种外事 外部事务转为内部的政治筹码的这种操作模式 你最终玩火玩到最后就必自焚 但是民进党最惨是 台湾人民最惨是自焚 民进党自焚又不是焚他自己 民进党自焚最后结果是焚整个台湾人民 我们要去替民进党去承受最后的后果 这才是最划不来的地方 好 两岸本来就已经很紧张了 现在政府又在制造更紧张的对立吗 我们持续来看到这个是国安局长蔡明燕 她还说到第二个新样态 刚刚是说日间加夜间 那第二个新样态是什么 她说是动用运游20 画面上持续看到这些空中的加油机 来延强战机制空的时间 好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带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中共它过去的军机的航巡的轨迹 大概是可以在空中飞两个小时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飞到巴士海峡的时候 那时候是半小时 所以等于来回一趟就是一个小时 刚刚说两小时就只剩一小时 可以来执行任务了 现在说有了这个运游的20加油之后 就可以在空中滞留长达了四个小时的时间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制空时间 从两小时变成四个小时 这个多出了两小时能够做什么事 对台湾空房上面的威胁是倍增吗 张静老师 我觉得这个蔡明燕局长的牺牲蛮大 她讲出这种离奇的这种情报判断 真是对于 这个可能会让中国大陆情报分析人员 笑到上气不接下气受到严重伤害 是 这种空中加油的事情 人家不知道操演有多少 而且穿越旅宋海峡 在我们台湾东南空域老早就实施过加油 也就是你们所讲的这个巴士海峡 我去调阅那天他的报告的时候 我不是我讲大概从第二分钟开始一路笑到尾 你知道 所以一直都存在就对了 对也不知道谁给他你的这个报告 这真是现长官于不易 长官讲出来的东西显露出来我们的情报判断的水准 是如此之低劣 真是不可思议 你知道因为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加油 对不对 这个加油你必须要选择安全的加油空域 你还要派出加油走廊 而且里头中间怎么来汇合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 最经常用的那种跑马型汇合 必然有个地面的信号源 我们可能会用的 比如说这个恒尊半岛的VOA 那个跑马型可以这样一画 不是台湾的东南空域就是西南空域 但是西南空域经常被美国站位在那边跑 但是当美国人不来的时候 中共的加油作业早就穿越台湾海峡 在我们的东南空域在这边上来做 所以你今天要拿给国安局局长 然后到立法院我们的国会去报的东西 跟现实这个差距是大 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而且加油之间的汇合中间的 就是空城的高度 而且通话之中 对不对 他除非今天 他必然每次在这个加油的之中 还有旁边借户的兵力 假如说连借户兵力不带 那就根本是我们 整个台湾的工方云无物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讲的那天的他 他那天所报的之中 确实没有提到任何空域 只是这样去讲 所以我们就讲 说是你讲这些东西 讲的又不精准 然后讲出来的东西又理解很多 人家钱包收集的人 一看你做出这种报告 保证笑到上气不接下气 好 老师继续笑下去 那我们继续讲下去 在关心完空中的样貌 我们来关心我国军又做了哪一些准备 是美国的密西西比州国民兵所属的特战20总队第二大队 好 现在公布了多张绿扁帽部队和外国有军的这一些演训的照片 好 我们画面上来看到这个内容是什么 是在密西西比州的谢尔比营进行南方打击2024之二城镇战的攻击操验 好 部分的照片也被发现士兵所持的这些枪械的外形是什么 刚好符合国军的现役T-91战斗部枪 那另外针对这个词 台湾的陆军司令部他说他不予置评 但是我们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联合报的报道 联合报说这个陆军333还有542旅 去年都各派出确实是有一个迎级的单位到美国去参加演训 那学习的是什么 这个叫做监设的版本的刺针飞弹 好 我们先来问Ross 你如何看这个是美国故意官宣说 国军去美国跟绿扁帽部队受训照片 这个背后有没有什么一些政治上面的遗憾 不管是美国或台湾政府 他们都要做很多证明台美关系是 所谓的坚弱盘式的情况 Rock solid 他们常常说Rock solid 但是你一直讲美国跟台湾 不管是军事或其他方面的关系 是非常Rock solid 那你还要给大家东西看 那包含类似的照片 所以这样的话 不管是美国或台湾 他们说你看我们关系真的是Rock solid 坚弱盘式 所以政治遗憾就是这样 要让老百姓有感觉 要看得到美国跟台湾 实质的关系如何 看得到说我们真的有在做一些事情 那其中包括说 这次的部队到美国 他训练操演 这个叫做刺针飞弹 想要先问Ross这个是什么 然后美方要在台湾 需要复制这种乌克兰型的 这种不对称作战吗 很多美国爪架已经长期时间 说台湾要台湾的军方的思维 要改成这个不对战的作战的方式 但是很难台湾军方有它的文化 有它的历史 对不对 你不要看着我 我这些是荣民伯伯 不是美国专家或美国军方说的就算 台湾就会改改改改 那是很困难的了 但是他这样报道 其实有很多 就是第一 你要去学习刺针飞弹的使用 你不是营级单位去 营级单位并不代表说一个营五六百人都去 他去的很可能是机干跟干部 那真正要去训的东西 你要有那个武器 要有训弹 要训场 而且要有靶机 要等等 那都不是在这种营区来做 那个真正不是联合报首次胖 第一个真正报的是 中央日报的这个记者尤凯湘 在2022年的2月22号 他所揭露 他说知情人士 照这样来讲 动不动就是知情人士 这是标准的绿营执政的新闻操作手法 我必须要再讲 所有这些东西 今天尤其是今天这个 揭示那个照片 你假如去看那个设计的动作 他没有穿战斗服装 他穿了一个T恤 然后再去加上防弹背心 我可以挑出来十几个错误 我有很多事情 你这个是 就是说献丑不如常作 你去秀那边 只是因为我们有个背章 上面有个梅花 那是国军使用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臂章 可是问题是你今天去 揭露这个东西 人家会觉得你是外行 因为有很多东西 是你带到坟墓都不该讲 你现在动不动在那边 都是在帮自己 在吞食这个壮胆 这个强心剂 但是事实上 确实破坏 这个华盛顿跟我们之间的互信 是 谢谢老师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战 环球发展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